加吉市政府日空日空年 明星全国推动公立国中社有力量 慢慢有冷气和心风温气系统政策 三十号开合 加吉市政府环保局和教育处 特别到中文国社 大亚国中减赤四来二氧化碳的浪土 结果现实 透过地零感控和心风温气系统 可以优好维持良好的四来空气品质 收获核动的健康 将于市政府在日空日空年 新维尘台湾第一类完成公立 中小学办件告示 全面正式冷气设备 当时搭配信风化气系统 包括空气品质的管制 目前各各中小学包括 护赤右经浩 还有公立右经浩 已经累租正式985台 包括各中小学896台 幼稚园89台 经过两个月的苏家 30号正式开校 同意市政府国务处 还有判保局 特别派完 检查中文国社 大亚国中央 设备信风化气系统 是不是可以优好 把关空气品质 我们这个都会依旧发包书的 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规范跟标准 那它其实也有制度管理手册 那如果说我们有发现 这个室内空气品质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这边也可以协助 来确保这个小朋友的 这个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健康 那所以这里其实 不只是只有 充分国小 大业国中 那后续还会有 其他的学校 也会有陆续的 这个室内空气品质的 检测的工作 港医市政府报告有指标是 新风化气系统的HEPA 会理房 可以会理有限的物件 有效来解释 第一次用空气期间 所有三星的二氧化碳 浪土偏观的问题 可以通风化气 净化空气 每当利用在地零增低 来监控温度 设备二氧化碳 性悬浮为力PM2.5 各有悬浮为力PM10 为现在的空气品质100款 事实上已经在过去 非常有效的 能够确保我们学童 在上课的时候的空气品质 但是因为今天是开雪 所以我们特别重视 再次的邀请环保局 一同来做空气品质的检测 这个检测 不只是温度 湿度 CO度 还有这些围城的 这些空气品质的 一个保障 那我们相信 在我们两个处 以及家议师政府 各单位的努力之下 一定能够在今天的开雪日 那么以及往后 都能够确保我们教室室内 那么学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上课的空气品质 为着客人先让外企系统 稳赚的信号 修好活动的健康 将其市政府担当 在开行之后 中的六小白天各号 进行告示里面 空气品质的提供 以够活动在在学校里面 能够有良好的行事环境 世纪新新闻 丛丁苏王小山 同志彩虹报道 网TV又会强势登场 让您好事成双 数位电视 高速光线宽屏 同时拥有只要月付不到千元 依需求可选择不同专案 还加重区域WiFi 无线上网 您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320-5888 一起好事成双